KSAF 高雄春天艺术节 无不愿 静静享受好吃是武装安慰 塞好的面背 阳光香香气味 各位观众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大家都好 我是一百年的宝藏导演梁世平 一百年的宝藏是关于一个现代的小女孩 然后遇到了一群从古时候来的海贼的故事 而这群海贼他们在寻找失落的宝藏 但是这群海贼是一群小猪 就是这个很可爱的故事 《豆子剧团》这次可以跟泛美舞团 有这样的一个跨界合作 我们台湾很多艺术家一起来打造 这样的一个跨界合作一百年的宝藏 各位好 我是泛美舞蹈团团长李慧美 这次很高兴能够跟豆子剧团 一起来演出这一个歌舞剧喔 请你们来看一百年的宝藏 绝对只会飘驾 这一出戏它很容易造成一种画面 就是爸爸妈妈呢可能会笑得流眼泪啊 但是小朋友呢可能会张开嘴巴 然后也觉得开心到流口水 欢迎你一百年的宝藏 你听到那个音乐你就很自然就 就是很可爱起来这样 我家两个孙奥喔 每天早上一定要听 这个一百年的宝藏 这些东西真的是应该要做 真的是应该要做 因为这就是他的故事啊 虽然当然说我们把它幽默掉了 我们用了一些小竹来替代 原来的大海贼的那种形象 但是说真的里面的骨质真的是很台湾 真的里面的东西真的是很台湾 所以一定要来看 只要遇到我们四个人 要你哭着叫妈妈